方向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反向的 反过来 那反过来理论上就是 刚刚是1个到13个 我讲过如果说我今天要颠倒 颠倒的话基本上 就是由上面输出本来输出1个 现在要先输出13个 12个越来越少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当然我输出的话我可以 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这边有另外 所以如果我要越来越少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有几个做法 我改I的词 或改J的词都可以 其实两种解法都可以 那如果我的I 这个range本来是由多 由少到多 本来是1 这边本来是1到14 那现在特别注意 我要从13开始 因为我要输出13个 然后一直到0 指的0的前一个 刚好是1 所以13 诶 逗点0 另外请特别注意 这个请不要忘记 如果你现在直接输出 你会发现 奇怪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它只会跑13 就停掉了 预设是越来越多 13 14嘛 诶 13没有了 它就停了 OK 除非你要告诉他说呢 逗点 负1 一定要负1 如果你没有加一个负1 它就不会往下跑 它就跑一次而已 就停住了 OK 因为它判断说 你告诉我的应该是越来越多 可是你后面怎么越来越少呢 它就会停住 所以你一定要加一个负1 意思是说13 再来就是减1 12 一直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输出 这个是输出一样 13到1 一样是输出13列 再来的话 追的话 输出几个 几个的话 那我们可以 由这边来决定 那一样 这边其实没有变 跟前面一样 I加1 指的就是什么 我输出的话 从一个 两个一直跑 跑到第13个就停住了 所以基本上 它第一次会输出13个 再来12个 一直累退 所以直接输出 那看到结果就类似长这样子 当然如果说 你要用比较快的 精简的写法的话 那其实呢 关键也是在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负1 OK 其实你加一个负1 如果你没加 一样 它也不理你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从13 所以意思是说 它第一次一定会乘上13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直到 0 就是1 一个输出结果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输出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自行再练习 两种解法 那最后的话 当然还有一些变化 不过这变化 请各位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它一样是由少到多 可是问题呢 我希望怎么样 前面 前面可以呢 让它有点像靠右对齐的感觉 所以特别是哦 前面这边呢 你必须要多增加一些空白给它 OK 这边有空白哦 那到底要加几个呢 其实基本上一个空白 总共 前面应该是加了12个空白 然后呢 再越来越少 11个 10个 所以哦 特别是哦 这边输出不是只有信号 这么单纯哦 这边还有 另外一个是 还要输出空白 还要输出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变化题哦 不过 这个怎么去解哦 我想请各位 自己想想看 这边哦 这边的话是空白 那我希望输出结果长这样子 另外当然有点越化题 是什么啦 再颠倒过来 OK 所以如果这几题哦 你都可以很顺利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恭喜你 你应该以后这个回圈 就会非常的熟练了 想要输出什么 就会能够输出什么 当然了 甚至还有一些比较 比较变态的变化题 还有什么三角形的 OK 然后倒过来 金字塔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不过 有空再做好了 再练习 没有止境的 甚至还有输出什么 那个 乌乌形的 或S形的 反正太多了 这种练习的话呢 不升美举 不过就是练功题啦 这种东西练功 那你要练功 能够练到熟悉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以后真的写回圈 就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 就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 好 那复回圈大概到这里 所以两重的巢状回圈 应该就够了 其实工作里面呢 大概复回圈是最主要的 其次的话呢 就是坏回圈 所以回圈呢 这两个够熟练之后 处理事情就非常简单的 那你也不用说一定要 好像什么都 什么都要会 什么都要把它用进来 不用啦 最重要是你要熟练的方法 所以最好是有一套你自己的写法 是最好的 你不要说一直参考这个参考那个 基督跟你讲啦 每一本书写都不一样 我写的也跟其他作者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不习惯其他作者的写法 我会拿我自己习惯的写法来写过啦 我绝对不会用他们的 因为我拿他们来写 来写过 最后我不会讲了 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 我自己写出来的 我讲的比较顺 这就确定是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 问一下 这你写的吗 其实马上就露线了 都是Google来的 很多人都这样了 那你也不敢 问题就出来了 好那再来等一下的话 我们这个Fall Fall回圈大概就到此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改成Fall回圈 那Fall回圈基本上 待会的话 也是一样拿刚刚的Fall回圈的来改 比如说我那个Fall回圈里面 比如说加总1到99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Fall回圈 那我刚刚讲过 其实呢 这个Fall回圈跟Fall回圈 最不一样的地方 有三个地方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Range 1到99 对不对 那Fall的话 它是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特别重要 你只要把这个Fall回圈 拿来做修改 就可以重新改了 大概改几个地方 大概改给各位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新型的这个 另外如果功力比较好的 试一下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 刚刚那个Fall回圈的部分呢 再延伸出去 再来学习 第二种回圈的叙述方法 不过说真的 工作里面用最多了 其实没有必要 我都不太喜欢用坏回圈 为什么 待会比较之后你就知道了 其实三个地方改完 答案就出来 所以很多地方改一下 你只要逻辑清楚 不管你今天用Fall 或用Fall 其实你都可以改得出 你要的结果 试一下